中国将从下个月8号起重新开放边境 并且取消入境旅客隔离措施 当局在元旦和农历新年之前做出这项宣布 推高了我国的旅游订单 本地旅游业以摩拳擦掌 做好准备迎接中国游客 旅游预定平台协程表示 从中国到新加坡的旅游订单 一夜之间激增六倍 不少本地旅行社也陆续接到商业旅游团的咨询 为满足需求 欧美假期计划聘请更多导游和协调员 但面临着人力短缺和酒店价格上涨的挑战 此外一些旅行社也收到 飞往中国的相关询问 多数是来自想要回中国或是出差的游客 有旅行社也为想要到中国旅行的国人安排行程 随着中国边境重开 预计会有越来越多新加坡人想飞往中国 发言者 从中国人安排行程中 我是一万里的游客 我 问你 你